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民党其实也意识到危机了 最近开始走抢年轻人的路线 打起了空战 效果如何 等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 另一方面 国民党如果要赢 现在不跟柯文哲合作 看起来是绝对没有机会的 所以这也使得这次的选举 出现了蛮多的 更多的想象跟变化 不过对国民党来说 当务之急是 如何让老虎卖俩公 朱立伦引虎入市 现在会不会遭到反噬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看郭台铭 双咖的匹配 我真的看了也觉得稍微被感动了 先穿美国 再穿日本 穿了开始中南部基层 一直跑一直跑 双咖这么年轻 到底是谁人引进去 还在国民党的外卡而已 还不是在国民党里面 到现在都还不是国民党籍 如果真的不提名他了 郭台铭又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反扑的力道 吞得下去吗 不吞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合纵 联合的变化 总而言之 柯文哲现在叫做 真漂亮 当人来揣 看谁人给他揣 揣兵 什么结果 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都有深入讨论 另一方面来看看 这个克里姆林宫 出现了无人机攻击事件之后 俄罗斯不啰嗦 在今天展开了反击 也不管真的是不是乌克兰做的 反正找到理由了 开始打 有人说这是假期行动 说俄罗斯是最容易做这种事情的 有人说其实这是俄罗斯里面反普丁派做的 但我们要问的是 克里姆林宫的屋顶不是有重重戒备 无人机怎么可能飞得进去 一点很多 稍后一起来了解 先来介绍 宇会来宾 随便教室 民进党新美式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介绍的是政治学教授 方世平老师 卫明好 大家好 政治媒体王創下 卫明好 大家好 再来叫时事评论员吴朗东 卫明好 大家好 我们介绍是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来叫知识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讨论一开始带你来看看 老虎不抓狂 你真的不知道当病猫吗 来看VCR 对于国民党接连有人爆料 5月17号早就内定会争招侯友宜 虽然郭台铭没有正面回应 但自身媒体人黄伟汉爆料 第一时间消息曝光 郭台铭一度可伤心 郭台铭昨天早上7点多就在紧张说 怎么会这样 如果侯友已经确定被征召了 我还在那边写军工教干嘛 我还在那边讲8万机器人和电厂干嘛 我就不用了 我就包一包回家了 所以当你付出越多的时候 你的失望会越大 失望会越大的时候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会委屈不是没道理 毕竟为了胜出 郭董甚至还放下身段 跟韩国瑜道歉 拉拢深蓝选迷 不过韩总到底买不买单 我会在我脸书上都讲过 尽管没松口 但韩国瑜则在脸书剖文 表示中华民国总统 只需要做好三件事 确立国家发展总目标 如何组织人才 达到第一个总目标 以及最重要 以身作舌 清廉把事做好 才能让国库的革命 真正达到成功 整篇文章不断强化中华民国 但挺不挺郭台铭 韩国瑜可没表态 未来郭董的场子 韩市长会不会出席 来听到站台 这可能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而游书会更爆料 郭侯两个人都曾经想 私下见韩国瑜 但都被拒绝 吃了闭门羹 其实都是朋友 所以大家都彼此关心 谢谢 郭侯两人想抢深蓝大饼 韩国瑜态度 似乎也成为蓝英整合的一大变数 郭台铭现在采取的是 地方包围中央的一个状况 你看他先有国际观 结果现在你看他太早跑美国日本了 现在大家忘记他有国际观了 现在只会觉得说 每天惊人的惊惧连连 5月7号凤山第一场造势 马上就要来了 5月9号屏东周点论要助攻 5月10号郭粉上街 号召国民党部前游行 要恳请征召郭台铭 所以5月4号直接大军老虎军团 开拔到党部前面了 11号台中的谢点宁 台中的张荣卫 有一个场子要帮他 5月13 踢管了 直接来到板桥 较进侯友宜 这个叫为台为民 郭台铭 5月10号恳请 这一张算做的科技的 叫做恳请国民党征召 如果再没有情况不对的话 就不会是恳请了 直接来呛吓了 等一下怎么呛吓 带您来看 今天下猛药了 这是不是白虎汤 跟严金标十指紧扣 郭台铭还是很有信心说 我会成为最强的创下 基本上是这样子 朱立仁的算盘 千算万算 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被反噬了 为什么叫反噬了呢 他本来想的就是 郭台铭是国民党最重要的资产 重点一直就是资产那两个字 然后郭台铭这个人呢 就是年纪大了嘛 政治上是素人嘛 搞不懂这些政治的算计嘛 所以先用心 我就讲 先能跳之后继续骗婚 骗婚之后还要骗他的资产 帮忙养小孩 但是郭台铭就是傻傻的 真的以为 因为朱立仁 敏铺也讲过嘛 朱立仁最容易的 就是让你相信说 他讲的好像是真的 但是玩到现在 各种资讯 如果你真的是 到现在为止 国民党的游戏规则 公布了没有 没有耶 这场比赛里面 连个游戏规则都没有 但是他在努力拼的时候呢 拼命的放话 拼命的讲说 就是侯友宜 就是侯友宜 那这个事情是做什么状况呢 当然是告诉郭台铭说 你呢 这叫做消息面 不断的打击他嘛 那股市里面 是拉低他的股价 拉高侯友宜 好 那现在这个状况 他怎么办呢 他最后终于想到了 他讲说 我要90天反诈骗 大家都笑嘛 但是他只要 至少他要30天 攻击这个诈骗集团 叫做国民党 所以他反击了 所以现在叫做 老虎不乏威 你把我当病猫 他而且你还要 虎口拔牙 要拔掉他的牙齿 所以他火了 他火了就要证明给你看 然后证明的状况是什么 威射 因为他至少去过美国 他比侯友宜知道 美国现在主要政策 就是威射 对不对 威射就是让习近平知道说 not today 我的实力是够的 不是今天你就决定 他就告诉侯友宜 那个朱立伦说 not today 5月17号 给我闭嘴 5月20号 给我闭嘴 没有内定 不是not today not the one 绝对不是侯友宜 没有错啊 徐晓星就应该是 感受到压力 他那天不是说 5月17号 就真的好优移了 那天他的脸书 应该流量爆高 然后呢 知道黄伟翰讲的嘛 黄伟翰的说法 应该是他有听郭台铭讲 一整天 他不知道 这个心里是百感交集 徐晓星又改口了 还有变数 对啊 不一定真的是 非那个人不可 那郭台铭怎么办呢 他就是说 他今天呢 在号召里面 他这些脸书也讲了 他有走到底的一个决心 哇 他走到底的决心 所以呢 也很多人会去 仔细拨算盘 对不对 郭台铭不用啊 昨天下午的时候 一堆郭粉就说 我接到电话了 这个电话 这个吹票 吹票了 这个钱应该是不少的吧 是 但是对郭台铭来讲 砸了 然后呢 开始了 开始跟韩国瑜道歉之后 那韩国瑜当然是 现在代价而估嘛 然后代价而估 脸书再宣布 如果韩国瑜不跟他 站在一起 这就没有升降了 直接讲说 我跟他站在一起 也没有升降了 韩国瑜就保持那种弹性嘛 是 然后弹性之后再过来 当时韩国瑜怎么翻起来的 在2019那一场的时候 三三大会师 三三大会师 所以在岡山重新来过 然后再过来呢 靠哪些人 台中那一场 就是他今天实质紧扣的 严清标 严清标 对 然后那些议长 又跟张荣卫的感情是不错的 所以他就开始反扑 反扑是什么 然后就菊结 菊结说本来呢 我是在5月2号的时候 看到老虎军团 开始有人讲说 不行给国民党这样搞 我们要包围国民党 然后他本来是想说马上上街头 后来人家讲说 蓄积实力 所以5月10号 也要去包围国民党 对 然后你看这个情况之下 就全部了下去 那郭台铭只要证明 所以现在郭台铭是展现 第一个派系支持我 第二个 我要把我的军团的人绕出来 就是先展现这种实力 你不要再用那些名嘴 名代公 人已经决定了 还告诉有台北市的议员说 他们接到什么高层 现在国民党高层真的很多 其实国民党那么小高层怎么这么多 还有电话说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了 不过我们要请郭台铭了解一下 不是捡到篮子就是菜 他现在所有的派系走一遍 对他年轻票会不会加分 其实他要想一下 他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 先压制 他叫威慑 压制国民党 压制朱立伦 压制国民党 因为他至于能不能打赢 赖清德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被他已经身段 坦白讲 你看过郭台铭鞠躬 这次已经鞠躬几次了 道歉道几次了 这个霸系总裁 现在一直在鞠躬 你把他这样子搞 我是说国民党现在 你以为可以玩他 你以为可以是吃他的资产 现在国民党知道的是 老虎扒威起来 鱼石网破 我想起他一定有看新闻 看到说朱立伦和罗志强 有个鱼石网破 他又学到了这个成语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在这个组织动员 现在是动起来了 请大家告诉大家 一起来参加 手牵手心联心 唯一支持郭台铭 5月7号高雄这个活动 预计要破两万人 5月12号咱们新北市 要超越两万人 目标人次定出来了 时间地点 然后同一方面 威吓的效果也是要出来的 国民党的高层 你们2020耍过郭董一次了 如果这次再给郭董先人跳 不遵守公平的承诺 我们全力支持郭柯佩 把两个骗子党一起下架 郭董也不用再跟骗子讲什么诚信 我们受购国民党的没诚信了 这是郭台铭粉丝老虎军团 在两个小时前po出来的 民凤 你是郭粉吗 为什么你接到电话 吹票的电话 为什么你接到 因为现在家用电话比较少 我却有家用电话 那我选举就接了很多 昨天打一通我没接 昨天晚上我回去又打了一通 你怎么知道你没接的那通是郭台铭的电话 因为电话号码都一样 那我这个家用电话只有两种电话会打 一个是吹配合电话 一个就是中华电信吹电话费 然后还有诈骗 诈骗是打手机 所以说我就知道那通 号码一样 我就接起来听 到底是谁 结果就是我是郭台铭你好 怎样怎样 所以这个用科技业 已经骗洒全部的这个 这个住宅电话 很多人都接到了 我先请教一下 他下午打那通 你没接到 所以他是在设定重播吗 对 还是说他下午跟你公一波 晚上再公一波 我跟你讲 收费是不一样的 例如说我们去打这个电话 如果他打到说 非要对方接到为止 那个更贵 他那个电话 因为我们选举过的都被够嘛 因为他是这样 就是说他设定三天 那三天内就是把这一局打完 那你当然有时候没有接就一直想嘛 那所以就是说 他是三天内 就是不用再加价 就是那通电话接起来为止 就是这三天 他是设时间内 对 是这样 那如果说 问你一个问题 你那是因为选区小嘛 对不对 你花了多少钱 那是全台湾 全台湾说真的 这个电话拜票加起来 不便宜 有不便宜 不便宜 大约 抓一个 一通大概就是说看你数量 因为数量大会打折 就是说有可能是四折 有可能是五折 如果是数量大的话 那一通有可能 从零点五到一块都有可能 那我第一次 那也很贵 全台湾两天三百万人 但是我猜就是说他有可能会挑 就是说区域 因为他可能会他不是全台 我猜不是全台湾的电话都打 他应该会挑区域 就是说他觉得这区要加强 他大数据分析 觉得这个部分民调要拉的地方 他就下这个资源 那第一个是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有一些工厂 或是有一些这种商业的 他会把他跳过 你觉得这样要不要三百万 因为他 我猜应该 超过 一定超过 你要知道徐晓鑫跟这个 蓝莹的名嘴 他们大概是不是 两三天前说 已经定了 就是侯友宜 然后他 你昨天接到这个电话 表示他还在做 所以我就说 这么多钱 他还是砸下去 他即使知道 其实大家都说 就是内定侯友宜了 他还是拼 为什么 对 你看你刚才讲 高雄厂跟所谓的板桥厂 这都要花钱 对 但是他有四厂 高雄 屏东 台中跟板桥 他就当那个大选在打了 他要拼了拼 就是拼这两个礼拜了 拼这个两个礼拜 拼起来 如果你党中央 如果民调还像昨天公布的那样子 我觉得他就没有脸 没有什么本钱去计较 当然他现在有包围 这个周边的氛围 比如说他去访问地方拜系 地方拜系说 如果这样提名侯友宜 我就要退出国民党 这个也是一个兇麻烦 这也是在运作 然后大批的电话 拜票 这也是一个反扑的一个 一个动作 那你继续做到这两个礼拜 把它拉起来 因为大概五月十七号左右 因为我们预估是五月十五号 新北市议会结束 那五月十七号就开始做民调 五月十三 二十四号会公布 那现在问题是说 郭台铭努力是很努力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做对 这个今天跑得非常好 他跟年轻票十七号讨论热度很高 对 这是加分吗 来 明凤 对 最近言宽航的案子 才让人家言犹在尔 这个东西我们加分不加分 就是说 就对郭台铭来讲 就会 其实跟我们看的会有一点不一样 郭台铭觉得也许很加分 就是说跟颜宽航 颜宽航在热头上 我觉得对蓝铭的人 一定会对郭台铭非常的加分 但是问题是 中间选民会不会觉得加分 我们来看这个 就是看你讲的 我们觉得他跟韩反道歉 是加分吗 一般在政治权势的时候 是加分 然后吸引更多韩反回来支持他 可是你知道整个负面声量里面 最高负面声量 就是跟韩反道歉这件事情 韩国瑜道歉 对 跟韩国瑜跟韩反道歉这件事情 你知道 第二高的是这个所谓半屏山盖河电厂 五千多的这个负面声量 那在第三名是所谓的 这个什么 郭台铭90天解决这个诈骗集团的 那最高的就是五月号这个 跟韩反道歉 大家觉得道歉OK啊 你很谦虚啊 不应该比半屏山盒电厂还 对啊 你很谦虚啊 你为什么负面 而且我告诉你 他这个正面跟负面 其实都会粘得很紧 唯独这件事情 正面下面这条 这个绿色这条 这条绿色的跟红色这条差很多 那你郭台铭你前面讲一堆什么包案的机器人 那OK那是一个知识栏 或是精气栏 大家会觉得可以接受的人 那你竟然去低头跟一个草包道歉呢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天啊 天崩地裂了 对不对 那我支持的这个所谓的科技人 跟这个郭董跟这位CEO 为什么要去这个趋就于韩粉 趋就于韩国语 我觉得这个就是造成形象上面非常大的一个落差 人设的崩坏 就好像他跟严新标十字紧控 对 你就跟严宽远这个 我觉得在政治上面 在国民党内一定觉得OK啊 这时候送温暖 送什么东西 送这个热情 然后呢 国民党内 这个一定会非常支持他 可是你的民调 我请问一下 民调是单独做来营的吗 不是嘛 那一定是做 做这个全台湾的 全台湾的民调 那你这个严宽恒切占国土的罪 到底有没有坐实 到底观感是如何 中间选民是如何的看法 就像韩国语在中间选民上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 在所谓讲究经济跟中间选民的 这个知识栏的分子上面 他现在是什么态度检进栏子里面 对嘛 所以你的民调 为什么昨天做出来的民调 你竟然会连柯文哲都输 打平的话 所以说我觉得 所以你说如果这个趋势在这样下 在5月17号 就算老虎想发威 也没道理发威就对了 对 所以我觉得他的努力是对的 但是方向要纠正 要正确嘛 你要保持你知识栏 跟这个经济栏的这个优势嘛 我补充一个数字 我刚查了一下 中华电信四化 扣除企业用户是750万门 所以他这样子一天枪打下去 750万 一定会打对折 所以差不多是单400万 所以说黄伟翰为什么要讲 就是说你会让郭台铭 失望越大 期待越大 就会失望 后果不堪设想 真的 我花了这么几百万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郭台铭 有没有被列入国民党 民调的名单里 没有人知道啊 没有人知道耶 你太阴谋论了吧你 郭台铭说 国民党要守信用 我问你 郭台铭有没有跟朱宇伦 定下条约 说你一定要把我纳进去 否则你毁约 有没有这个信用 朱宇伦说没有嘛 你很会挑拨耶 不是 这就是很简单 所以为什么黄伟翰 所以他办那么多场 不可能没有纳 不可能没有纳 就算我们没有做民调 到外面每一家媒体 都在做民调 不是 你不能怪人家加油天处 你们什么规则都不知道 郭台铭也不知道规则 他全台湾办这么多场 当然是为了提这个民调 他去中央党部干嘛 中央党部附近 有多少居民 居民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告诉朱立伦 坐在党主席办公室的朱立伦 不要把我甩锅 你懂吗 否则中央党部附近 根本没有什么人嘛 也没有多少票嘛 他为什么要那边办一场 他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如果你不把我放进名单里面去 你糊弄我 你摆我一到 那大家都走着敲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这点就是 他还到目前他还担心 所以黄伟翰为什么说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你真的到时候把我 真的把我没有放进去的话 我今天搞的就全白搞了 我不但办了活动没效果 我到这个这个办了这么多场 我去弄个民调找人家打这个电话去吹票 根本就是胡搞 根本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嘛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担心的是这一点哦 我跟你讲 郭台铭捐台大 那个癌症医院的钱多不多 很多吧 他说台大可不可以给他说 给他一个荣誉校友 不可能嘛 你不是台大毕业的嘛 你捐这多钱也没有用啊 两码子是嘛 你郭台铭你就不是国民党党员嘛 所以我讲 他越这样造势 我觉得朱尼人越不敢把他放进来 因为他这样已经是完真的了 完真之后到时候民调 第一个如果郭台铭小赢 我要不要整到他 如果郭台铭输了 我怎么处理 干脆就一刀切 他不是党员 所以我没有欲误把他放进来 这样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 把郭台铭现在放进来 已经是变成自私一分了 那你郭台铭的动作越大 你认为朱尼人会屈服吗 你等于在恐吓朱尼人 你非不够放进来不可 否则我跟你翻脸 我朱尼人有那么好 被你恐吓吗 好像可以 朱尼人好像没什么肩膀 没有 他在这个地方上面 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一定要干脆赶紧来个一刀切 很抱歉 郭总统你很棒很优秀 你很奴隶很积极 我们肯定 但是你不是党员 而且也没有人说 不纳进来 你告诉我谁吗 说不纳进来我退党 陈玉泽有没有这样讲 郭台铭不纳进来我退党 敢这样吗 没有嘛 这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就不是党员嘛 博文 而且你去看 他现在跟严宽恒 跟严新彪在一起 他这样说 他的人设整个错乱 他的知识者是知识男 甚至有些是年轻人 理工男 比较科技业的 他这些人会喜欢 严青彪吗 不会 这打矛盾嘛 对 你看他的 我们本来以为他应该在年轻人 应该有比较多事实 他国一去找严青彪 蛮刚好的 年轻人会喜欢严青彪 会喜欢严宽恒吗 不会啊 他的民调大家很意外 20到29岁 他还输给侯友宜 如果桑卡都 郭台铭 229岁 是15 百分之15 侯友宜还在20 赢他5% 超过误差范围 30到39 侯友宜 是24 郭台铭 只有21 他现在就整个 走向生来 所以你变成看 他从20到40岁 这个阶段 应该来讲 大家应该很肯定他 科技大佬 财神爷 照理讲30到34岁 应该是挺他的 年轻人怕当兵 避赞 柯文 郭台铭说要和平 為什麼 他告诉你 為什麼 因为企业加开的选举支票 是很荒唐的 他說九十天内要消灭诈骗 大家分得 川普说 给我当选我24小时 在结束 恶务战争 蓝博文 不管荒不荒唐 我觉得肯定郭总 一点是说 他至少很多事情 他是提出具体主张 那相对于侯友宜 坦白讲 侯友宜你到现在 你任何主张 你都看不出来 他到底要主张什么 那我话回来讲 为什么这件事情 郭台铭会这么的 慢慢的觉得心里会有愤怒 很简单 你这个就好像 这个跆拳道比赛 两个跆拳道对手 正式才刚摆开的时候 裁判就把这个手拿起来说 你赢了 那你觉得另外一个 对方会怎么样 对方不是去打对手 对方是想打裁判 因为裁判不公 现在的情况就有点这样 刚刚提到说 许巧新改口 我就觉得很奇怪 现在国民党的主席 是许巧新 许巧新他当时放出这个话说 都已经内定了 就是侯友宜了 这个时候党中央 应该立刻严正 驳斥斥才对 说绝无此事 保证绝无此事 可是不会有人相信 第二个 国民党也没有认真的去澄清 为什么 因为第一时间 黄建廷早在之前 那时候说到争照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党内已经有共识 就是侯友宜 所以你既然有共识 那你又把郭台铭 骗出来 玩这一局 你要知道 郭台铭 他七十几岁 结果他昨天到台中市 他是逐桌敬酒 你知道逐桌敬酒 一两百桌 那个也要相当的体力 表示什么 表示他很认真在打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跟他讲说 我们这个已经有内定了 然后这个党中央也不积极澄清 那这个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我觉得 你这场选战 要让大家感觉 这个就算拨殊酒 他也会心服口服 你初选规则要公平 我举民进党来讲 我们就算 这个内部要有协调式的民调 我们都有十家的民调公司 让大家选择 就是说 我们名单列出来有十家 然后大家 你们不管是抽签 或者共同协议 哪三家 然后来做平均 他这个不是 到现在到底 到底谁参加这个 所谓的这个征召 也不知道 到底民调的参考 是哪几家 也不知道 那到底是说 所谓的这个耐打度的 这个质量分析 是怎么做 也不知道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郭台铭都处在一种 我拼命的花大钱 开公钱 可是他越来越觉得说 这可能是一个骗局 或者他只是一个 扮演一个 其中一个角色 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国民党内 除了侯友宜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所以如果这个决定 已经这个做 这个到最后决定征召 例如说 征召侯友宜 我觉得郭总恒心里 他不是说 一定会跳出来 但是你过程中 能不能够让他幸福 我觉得是一个 很大的问号 不过我先告诉一下 他高雄凤山 有这场造势活动 一场好像说 要落两万人 这样多少钱 我认为以郭台铭 他的这个 他的这种 他的这种财力 他光是一个舞台 搞不好那个架势 恐怕都要上百万 光舞台跟音响 因为他那个一定是用 总统级规格去弄的 总统级的规格 音响跟舞台 光弄再加上那个动员 我坦白说 以他现在选举 还没有那么热 基本上现在是 在打他们的党内的 征召初选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如果选举还没热 你几乎都是要用动员的 那你几乎要用动员 很简单 你可以去算 一台游览车 你就算一万就好了 一万的这个游览车 然后他要两万人 你要两万人 你要多少 一台游览车 坐四十五个人 差不多嘛 我算五十啊 算什么量 算五十个 你就想想看 这个都算得出来嘛 再加上便当费 你要不要说 四十台哦 四百 四百台一辆一万 要四百万 你五台一百万 你动员人要四百万 那只有一场 没太好 郭董不是钱啊 他要赢啊 而且他要一个气 出一口气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对 其实对郭董来讲 钱是小事 钱真的是小事 但是伤了颜面 那对郭董来讲是大事 他钱都花在刀口上的人 所以他真的拼了 我真的不敢想象 招呼凡事会是什么画面 马上回来更多讨论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郭台铭 要用地方包围中央 态势是相当明显的 今天发了跟延亲标 实质紧扣的画面 而且他还是很有信心 他说我会成为最强 这是最新的一个脸书 上报有独家说 地方的要脚扬言 如果真招侯友宜选总统 将不服选 多数中南部意见领袖 对侯友宜是有为辞的 侯友宜那篇黑金论 大概中南部一票人被打挂了 但是他们觉得侯友宜不是自己人 是蓝皮绿骨 如果党中央真招侯友宜 南投县议长何胜峰 甚至说他不排除愤而退党 使得这个提名之争的战况 是更加的扑索迷离 然后郭台铭再冲了 我们刚算了 郭台铭花多少钱 大家都说这钱不能算了 连这个挺郭夜宴 part 2 科技业大佬东道主曝光 选择的是五星级放电的米其林餐厅 再拼下来 这次不是说只有地方药角而已 不是地方派卸油 这个夜宴栏尾还是要继续做 对我们的台湾外共和台湾 要继续药破 不要逃郭台铭 台湾即选 三绿新闻日前独家直集 屏东县议长周典论 替郭台铭包场举办参序相挺 就坐在郭董旁边 这只是来一地方要讲挺郭的其中品位 不仅晒出和延青标合照 郭董还说参选理念受到肯定 自己会成为最强的那一个 要国民党中央可别真的搞 内定侯友宜这一套 近日哈加大陆空占力度 北中南四场外人造势已经巧好 压轴厂还采建了侯友宜地盘板桥 请出96岁的母亲出永珍打亲情牌 传出四场造势 是王金平在背后操盘主攻 全国纵贯线从基隆到屏东 都是王金平在运作 他力量很雄厚 他人缘好 当初就是所谓的黑金嘛 那个人是得罪了派系 派系是互相深远的概念 所以派系支持郭也是情理之内 前一天郭台铭拜会南投县议会 议长何盛峰不仅亲自接待 还跟郭台铭贪貂貂貂貂 传出还呛瞎 如果党中央提名侯友宜 他就退党抗议 如果是挺侯友宜的话 议长这边会退党啊 你不要贪心 别贪心 我们不介意 我们去年龄也不要贪心 中南部要角对侯友宜不满 成了他最大隐忧 来内不担心 在北台湾就算有迎面 如果整合不顺 中南部的票也很难补回来 共同的信念跟共同的价值 我们大家就一起共同的面对 侯友宜拿出主帅姿态 但郭海铭未必想要共同面对 两人各自找奥远 传出都想寻求韩国瑜支持 但韩国瑜致敬 没见任何一人 郭侯持续角的利益 受百分之百内定 恐怕还太早 邱怡就想了 邱怡他也觉得很难想象 国民党征召只是为了忽悠郭台铭 到时候形成郭柯佩 侯友宜没戏了 我想请教林涛 到底朱立伦搞这一通 他到底是为什么 他说他在忍辱负重 但是郭台铭选的实在是太认真了 认真到也让朱立伦有压力 害怕了吧 其实不会 不会 不会啊 他就是铁定侯友宜 其实就是忍辱负重 确实 就是说你这个民调怎么做 你有没有纳入郭台铭 怎么可能现在没纳入郭台铭 一定都有纳入 主要候选人本来都有内参的民调 那这个内参民调不可能只有一份 他拿出来可能是两三份 这两三份一定是跟大家媒体做的趋势是一致的 不可能就是说我今天拿出一份 结果跟所有的媒体都做不一样 那举不就三条线吗 郭台铭也不会接受嘛 所有蓝营的支持者也不会接受嘛 所以有这样子的参考 那我觉得回来看这个郭董事长 现在刚才下午嘛 新增市场 那我们地方也接到很多就是各社团在帮他动员 就是包括很多蓝营的社团啊 或是说一些中立的社团 全部都在动员哦 从北到南 动员什么 要去参加那个活动 那其实这个动员 为什么郭董事长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原因是因为你动员这些社团 某程度就会影响区域的民意代表 那如果今天蓝营的民意代表做表态了 他就会形成一个蓝营的政治的压力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讲说你全民调是 你也要增加所有都要中间选民啊 你怎么还是会去跟这些地方的人士 或地方的组织互动 原因在这边 就是你要透过这些组织去影响区域的民意代表 让你的气势变得越来越大嘛 所以我觉得这是郭董事长的策略 那我觉得说这是正面的发展 为什么 因为他在动员的过程中 等于是总统先操兵啦 蓝营的所有社团开始动 开始动了一轮 那动了一轮我认为啦 动了一轮又没有提名郭台铭的话 我觉得出来 我觉得因为 你这个就很有趣了 总统先操兵 然后这些人就交给好友谊 没有很多的地方社团笑打给我 就说要不要动员去参加或怎么样 我就说其实不管怎么样 他们也觉得说 其实如果今天侯宇宇来动员我 我也会去 就蓝营的活动 他们其实都会参加 那最后呢 党庄提名这个人选 大家都会出来 你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侯的动员 郭的动员 你们的支持的都会去 我觉得我觉得都会去 当做运动就对了 大家正在就是做 因为总统是跟立委一起嘛 那立委不管是郭台铭办的场子 或侯宇宇办的场子 某种程度都是超兵的一环 那我觉得回来看 我刚才调出最新的数据 郭董事长 这一个月的升量 总共77万笔 这一个礼拜就占了30几万笔 所以你可以看出 其实他的那个能源政策 大家是有真的有讨论度 那你去看他的PN值 就是他的那个正负值 老实说也没有那么负面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在讨论能源政策 大家在讨论新的能源的方向 是有可能的 而且你看到 今天侯友宜市长 也表态他的能源政策 三个 一个是一定要有核安 尊重民意 跟核能的技术的演进 某种程度都要接受的姿态 所以我觉得郭董事长 丢出能源政策 让大家都讨论 台湾能源的未来是好事 那为什么他跟 韩国瑜道歉 负面声量这么高 怎么解读 其实我觉得 今天的那个韩市长的发文 也是非常有艺术 就是他某程度是 echo这个郭台铭董事长 对他的抛球 他把球接起来抛回去 可是里面有讲 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 台湾是我的家 某程度那个又跟侯市长 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比较接近 所以我觉得说 韩市长到最后他讲一句话 他说反正党提名的候选人 我就全力支持就对了 林寅 这就是很好的 你刚刚的发言 其实你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 就是郭台铭你已经被设定 用尽则丢 你把这些人动起来 和有余接收 你把这些钱花起来 和有余接收 今天侯市长或是郭董事长 他们办的活动 到最后都会成为 国民党很大的能量 三个字 心寒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 你也看到郭董事长的意志 是很坚定的 心寒 这些活动都是值得大家 我相信郭台铭办的活动 会有很多国民党的 候选人去 为什么 一种焦虑的反射 因为赖清德都已经被定为一尊 赖清德的信赖之友会 全场外片地开花的时候 国民党 大家希望那个母鸡赶快出来 侯友宜又不出来 侯友宜像被被在这个 绑在这个议会 要到月底 所以这个时候郭台铭出来之后 对于很多国民党 想要选立委的人 他们抓到一根拂木 所以他们是 把他投射到了郭台铭 但郭台铭也很高兴 你看这么多立委的候选人都来了 帮我站台 但是我必须要讲 那个是虚的 如果到时候国民党 真的是提名的是 韩国 侯友宜的话 我认为那些帮郭站台的人 可能就倒回 又倒回去了 所以我觉得郭如果认为说 你看我现在冰枪 冰墙马壮 急得 场面热得不得了 国民党的候选人都来站我的台 那是个暂时 但是这会让他觉得说 如果国民党真的玩弄他 或者没有把它放在民调 国民党一定是提 或者是民调里面 根本就是做话 他就是输 他真的有可能 他累积了政治能量 他不能散掉 他真的有可能要么就跟 柯文哲讨论 都打起来了 对 或者他自己参选 投币浪费 因为他已经 这个已经跟上次不一样 四年前是只有党内初选 他都是拜一些 屈一些比较精英的活动 这次真的很认真 这次是整个的撩下去 投席下去了 下海了 下海了 你要再回来 回不来了 现在我们好像就在演 那个银行职员 就郭伯伯来汇款说 伯伯 这个是诈骗的 你不要汇钱给国民党 没有让你选择初选是假的 郭台铭说 为了中华民国 我一定要去参加 我去就要参加到底 就变成这样 也太活力活力了吧 我们现在是银行职员 加警察 劝郭台铭说 这个是诈骗 你不要汇钱 结果他还执意要选 下去 那是非常荒谬的一个状况 那你知道现在很多 国民党的这些势力 你现在得到梗王了 他看的是郭台铭资源 郭台铭他败票电话 全台湾这样放 那如果说郭台铭真的要出来 不管他是无党级 还是国民党级好了 那他是不是可以配合 这些区域的这个立委 一边帮区立委拉票 一帮他个人拉票 这资源是非常多 更包括的是说 他现在高雄 屏东 台中 加上新北板桥 每隔两天就办一场造势 这个就是很来乱 我觉得根本是厂商简报会 为什么会这样讲 正常来讲 像韩国瑜他三张造势 我们回到2018年的时候 第一场的这个凤山 第二场的骑山隔了八天 骑山再到钢山 再隔了六天 不可能说两天 两天就一场的啦 你那些做什么动漫 电影什么粉丝 也不可能两天就来一场 会疲乏 这个你不可能就这样做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高雄黄金瓶 屏东周典论 台中张荣卫 再加上说 现在颜家也加进来 他们都为什么说 是产品发表会 他们叫秀 我的组织可以动用到多少人 之后请郭台银买单 说我动到那么多人 郭总你一定要继续的 要听我们到底 所以重点不是 郭台银本身的声势 是这些地方派系 希望获得郭总的资源 而这件事情 对注意人来讲的话 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但注意人也没在怕 为什么 去年真的吃到甜头 李玉玲就当垃圾一样 甩到一边 罗志强他也不管 最后张善政还是赢 所以他觉得桃园 这个经验 可以复制到这次的总统上面 反正我当初 独断 就是说我就是要站上阵 管李玉玲挂几面看板 我都无所谓 现在他觉得同样的方式 可以拿来对付郭台银 我觉得朱立伦 这次真的一战定生死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局玩到这么乱 他如果赢了 他就是他过关了 他如果输了 他下一次总统也没了 如果朱立伦 他这次已经内定 就是侯友宜了 这一招如果玩得成 当然他就是历史定位 就确定了 可是现在的郭台银 他是玩真的 他出乎我们想象 竟然可以跟年轻标 或是写手稿 去跟韩国会道歉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其实刚刚方老师讲 那个民调 他年轻人支持度低 看完民调 发现年轻人支持度低 就没救了 无所谓 不如我就去拥抱深蓝 原本你觉得说 他是经济蓝 或是知识蓝 但是其实数据上 显示是说 其实他对深蓝的市场上面 支持度反而更高 所以说他现在跟韩国瑜 然后跟了这个 严清彪 严家 各地的这个地方势力 跟王清平 攜手合作的状况底下 朱立伦 他当然是老神在在 反正他决定就是核友赢 但是我觉得是说 郭台银 他说90天会处理诈骗集团 这是完真的 当他发现国民党 就是这个诈骗集团的时候 接下来90天 就是他怎么消灭 这两个里面要处理 这个诈骗集团 郭总的mission impossible 郭总接下来就要处理 国民党这个诈骗集团 而且其实他真正杀手线是什么 就刚刚讲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餐序 你知道刚刚讲的地方派系 还有一些组织票吗 为什么那些国民党立委 明明都知道是侯友宜了 也说我们会去 因为 会跟企业家餐序是不是 企业是 到时候他们募款 那才是关键 好有一件事情 要请观众朋友来评评理 因为好久没有看到韩国瑜 写文章了 大家都说他蛮有戏的 但他写的这篇文章 我真的不能认同 他说中华民国总统 只需要做好三件事 巴拉巴拉说一堆会 国父遗嘱什么 也是我们要中华民国 用中三思想来促进世界大统 巴拉巴讲一大堆 他讲到一句话说 台湾的民主 无法让华人觉得骄傲 自由自家的报告 台湾自由度高居94分 亚洲第二 比美国还要自由 全世界排第35名 中港日韩都输我们 排名在前面都是北欧国家 挪威丹麦瑞士 台湾是35名 算是进步了三名 美国在台湾的后面 是45名 然后台湾人最关心的香港 起伏很大 香港其实以前比台湾自由 包括金融自由等等的 可是他的排名从18到3439 586177 380 反送中之后到148 今年来到了140名 排在香港后面是哪一个国家 你知道吗 索马利亚 你可以想象吗 最后一名是北韩 中国是倒数第二名 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 为什么韩国瑜 台湾的民主在华人世界 是排前面的民主跟自由 韩国瑜怎么会说 没有办法让华人觉得骄傲呢 博文 因为这个他上次总统大选 不是他 如果现在总统是他 就是觉得台湾的民主是骄傲 现在我觉得他讲这个话 其实是很不得体 因为台湾从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 就是代表台湾的这个民主 逐渐逐步的这个确立 那其实这中间过程中 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的这个 包括政党轮替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都有这样政党轮替的一个机会 所以全世界各国在看台湾 都觉得台湾是一个言论多元 而且民主确立的国家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国民党经常 就是说败选之后 就是说有点人家 他会觉得这个输不起 例如说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败选之后 然后这个去冲中选会 去冲这个党部等等 那我觉得其实韩国瑜这个心态 就是一种酸葡萄心理 总统不是我 现在不是国民党做 所以都觉得 这个不是华人的骄傲 如果是国民党当总统 或者是我韩国瑜当总统 那个就是华人的骄傲 可是那偏偏又会说 中国是华人的骄傲 中国那个世界排比都是垫底的 所以那个东西已经是 没有任何争辩的意义 我想请敏锋来分析一下 邱宜这篇文章 他说 郭台铭认真南北奔波 迫不及待提出各种政见 侯友宜气定神闲 好整以霞坐镇新北市 因为侯友宜很清楚 国民党征召作业是假动作 只是为了忽悠郭台铭的一场假戏 只要侯友宜不要自乱正脚 多是出差错 五月十七五一七或五二四 朱立伦就会征召侯友宜 然后他就问了 郭台铭咽得下这口窝囊气吗 朱立伦比四年前的吴杜宜更奸诈 我觉得 朱立伦真的有比吴杜宜更奸诈是不是 朱立伦真的有比吴杜宜更奸诈是不是 朱立伦很早的时候是支持侯友宜 他说你郭台铭是外人 我支持侯友宜 可是他最近他风向又变了 你认定 我觉得他也就是知道一些内幕 知道国民党真的在大变 他其实并没有支持侯友宜的意思 但是他讨厌朱立伦是真的 朱立伦比四年前吴杜宜更奸诈 朱立伦排算中 郭台铭就得乖乖拿大把钞票 奉献给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财神爷 到时候给郭台铭一个不分距离 没有啦 我觉得当然你说朱立伦现在到底是比吴杜宜那个 那个两个礼拜后 大概就知道了嘛 郭台铭会不会真的抓郭柯佩 我告诉你 现在是很悬疑啦 葛文哲真的很悬疑 柯文哲你看昨天出来的民调喔 他是四十岁以上他都占优势 然后北部呢他赢过那个 赢过那个侯友宜的本命区 更不要讲 你是说新北他赢侯友宜 台北他也是赢 台北输侯友宜一点点而已喔 也是保住了喔 所以说 因为侯友宜二十八他二十七啦 就是没有差多少 所以你看看这个柯文哲 他有的是两党主要的候选人 包括郭台铭 郭台铭的票员 本来跟柯文哲是重叠的 结果他跟韩国瑜道歉 跟严金标这个握手失职紧扣之后 我觉得他的他的所谓的知识人 跟柯文哲那批人就跑掉了 就跑回去柯文哲那里了 那所以说 所以你说他的地方之旅是不加分 他的原本的支持者跑去了柯文哲那边 如果地方之旅是 今天是用党员投票来初选 我觉得地方之旅是OK的 有必要跑一下 今天是全民调 全民调你就应该用造势场合 或是怎么样来做 但是你说郭台铭会不会跟柯文哲合 那要看柯文哲要不要跟郭台铭合了 如果是苏 如果郭台铭 你说民调在做下去 柯文哲是比郭台铭高的 如果这个 根本就没有郭柯和的空间 人家问他说你到底要不要 最后要不要选总统 他说看他们拿什么条件来谈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一局 就是很诡异 他有的是民党没有的北部选票 跟年轻选票 他有的是国民党没有的年轻选票 那他所以说他如果是昨天民调 不是也做一个侯科配吗 没有不用配到副总统 他只要谈的条件 他OK 其他位置其实是OK的 所以柯文哲现在 柯文哲操作年轻选票 有他一套 我们要承认 就是说我觉得主要是他民众党的 这个民意代表表现的 其实都还OK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在讨厌蓝绿的情况之下 年轻人他会有一个 磁吸的效力 效应在这个柯文哲下面 所以柯文哲我觉得 自今年选战 到了选举最后 最大一个悬念 好可是我想要问一下创下 难道郭台铭会没戏了吗 如果民调真的没办法 跟侯友宜来画ParaCent的话 他就会就此笑红吗 郭台铭会怎么样不知道 因为其实他这件事情 对他这一辈子的 这个成功高高在上 被国民党完成这样子 后面会怎么样 而且很可能 现在就讲说 国民党还会再框他 到最后那一天 17号的时候说 一起来一起来 我们就最后决定 然后除了 他就到了现场 还以为有希望嘛 就诈骗对不对 诈骗之后最后说 我们是侯友宜 他说郭台铭在旁边要怎么办 泛男的支持者 对于侯友宜五成几而已 然后泛男五成几 就算是国民党 也曾经最低是五十一 最高只有不到七成 国民党的那些人 看下去 他们当然不见得说 郭台铭没人就没了嘛 那他们那些人怎么办 侯友宜他们投了下去吗 会不会往柯文哲 移动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往后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对于侯友宜五成几